欢迎来到美厅 见不得你好的人都有这三个特征 听过一个螃蟹定律 说的是 如果你在竹楼里放一只螃蟹进去 那么你就要盖好盖子 防止它爬出去 但是如果多放几只进去 就不必盖盖子了 因为每当有一只螃蟹要爬出去时 就会有其他螃蟹把它拖下去 见不得你好的人 也会如同竹楼里的螃蟹一般 为你的人生之路设置重重障碍 遇到这样的人 即使远离才是明智之举 一意 见不得你好的人 给你泼凉水 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一点成绩时 常常会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与鼓励 周围人的赞赏 往往会让我们干尽被增 会让我们更加有勇气面 对接下来的挑战 有些人看到我们取得了成绩 不但不会鼓励我们 反而还会给我们泼凉水 提出种种质疑 企图让我们失去前进的动力 他们甚至还会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 劝我们及时放弃 这样的人 便是见不得我们好的人 人在刚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 自信心是非常脆弱的 面对别人的泼凉水 最容易产生自我怀疑 从而失去前行的勇气 有些人在泼凉水的同时也会虚情假意的提出一些建议 但是这类建议却是毫无价值的 这不过是那些见不得我们好的人耍的一些小把戏罢了 二 见不得你好的人 当众接你的短 有人说 能伤害你的 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 深以为然 因为关系越亲近 他对你的底细了解的就越清楚 伤害你的时候 就越能够找准你的软肋 见不得你好的人 往往就是与你关系亲近的人 他们在发现你的风头盖过了自己之后 便会选择当众接你的短 来毁坏你的名声 当你去反驳的时候 他们却会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 可问题是 事实就应该说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私事 肆意宣扬他人的隐私 从而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 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有些人也会打着提意见的旗号 当众让你难堪 提意见本是好事 可以让我们获得进步 可是 提意见未必要当众提 也可以私下理题 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提意见的人 往往不是为了让你改正错误 而是为了让你当众出丑罢了 一个人 只有认清谁是真心盼自己好 谁是见不得自己好 才能远离不必要的伤害 三 见不得你好的人 处处为你设限 有人说 强者互帮 弱者互采 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自己是厌阙 却也不允许身边的人成为红狐 他们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想成为红狐的想法 甚至行动的时候 便会不遗余力地冷嘲热讽 直到对方打消了红狐之志为止 这类人自己懒得飞 却也不允许别人飞 如果对方不听他们的劝告 一意孤行 他们便会紧紧盯着对方的行为 一旦对方发了一点错 他们便会不断放大 来证明对方本是厌阙之命 想要成为红狐 不过是好高骛远 在这一系列的限制下 很少有人能够不忘初心 与虎狼同行 必是猛兽 只有远离那些自己不愿飞 又阻止别人飞的人 你才能摆脱束缚 轻装前行 对于人心 如果我们过分乐观 那么很可能就会让自己 付出沉重的代价 愿你我都能慧眼识人 亲良人 缘小人 与君共勉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